而县议员庄之财则是针对校园安全 要求县政府应该针对大型学校设置诸位景 另外花莲的交通建设议题 庄之财也督促县府要加快脚步 并且尊重议会 而目前最为大家诟病的 乡卸大道路面材质 以及坡度过大的问题 庄之财也询问了县政府要如何来改善 先缘庄之财指出 校园的安全光靠老师还有志工家长是不够的 必须要助卫景来保护学生安全 希望教育处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交通建设计划 庄之财财质疑 县府为何没有送议会审查取得议会同意书 要求建设处来说明 而目前饱受批评的乡卸大道路面材质 还有坡度过大的问题 庄之财也询问县政府要如何改善 我们都知道花蓮最重要的是交通建设 尤其是习县长的证件就铁路高加化 只是缺少花蓮县议会的同意书 以及铁路级的同意书 而且这些同意书都非常容易的拿 只要县政府送来预算通过以后 就可以拿到我们县议会的同意书 这样简单的事情 我希望县政府必须要积极去做 这是对花蓮交通非常大的帮忙 再来就是乡卸大道最让人过病 当初审查委员会建议县政府必须要铺 让耶稀路面 他近年执意要铺花钢研 那往后所有发生的意外 都发生意外 任何的审商 包括人民财务的审师 一概由县政府负起前责 对于议员的提问 县府教育处和建设处都做了说明 并且强调县府会在符合行政法令程序的原则下 执行各项政策 对于议员的建议 也会审慎评估 尽力来做好各项的审政工作 介统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